讓股市財富輕鬆流進你的口袋 金融曼哈頓 讓繪茨分析師 代你掌握投資脈動 歡迎收聽金融曼哈頓 本節目由News98 與大華國際證券投資顧問 共同直播 大華國際投顧102年 儘管投顧薪資第005號 歡迎收聽今天的金融曼哈頓 我是Amy 同時歡迎在我身邊的 股市常盛君 阮慧茨老師 大家好 老師好 看看今天的盤是開高走低 大家都在等下午2點是不是 對啊 今天的話應該很多人 今天大概就是等 其實今天不只下午2點 今天事件真多 事情好多啊 對啊 因為今天下午的話 當然就是 好好台積電要台積電法說 然後大力光也是法說 哦 也在今天 對對 然後大家消化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 到晚上的時候有CPI 美國CPI也要公告了 是 然後台積電法說現在大家預期 大概就是第一基於下來 大概是15個百分點左右 所以他如果說基本上來講 沒有超過15百分點的話 應該都還算是合預期啦 那不過他後面重點大概就幾個 一個就是說 他這個對落底時間的這個預估 就是說因為現在呢 很多人就預估說 第一季第二季左右 這個庫存會漸漸清掉嘛 那台積電這邊的話 他就在今天會有個定調 就是說整個來說的話 那庫存是不是目前去庫存的狀況 是不是能夠如期在那個時候 來做一個結束 那當然 還有一個就是他全年的 全年的展望 因為上半年是低階下去 這個我覺得是 大家都知道啦 對 只是下去幅度多少 那另外 比較重要是什麼時候是落底 落底後回升的速度 那就是說他全年的展望來說的話 是怎麼看 如果你全年的話 他的預估是 假設是持平好了 那這樣的話就會變成 你上半年下去嘛 那是不是下半年就上來 對不對 那所以這樣的話 其實就也還好 那最主要就是因為呢 最近有一些 大漲裁員裁的很積極嘛 然後加上 代季電片3奈米5奈米 就是說5跟7奈米這邊 產能利用率還是有些下修 所以大家就會 比較要關心說這個部分 因為第一個來講的話 大家現在期待說 大陸年後會有新的手機 其實因為他們也是 是產蠻久了 所以確實有可能會有新的手機 那新的手機出來的話 這邊的話就是 是不是對於這個 比較這個成熟製程這邊 會有一些幫助 然後那再來的話就是 他先進製程這邊 那現在市場上也是眾所紛紛 所以的話這個地方的進度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 但是我覺得就台積電本身來說 那事實上他 股價是已經有先漲了 對 所以你看他其實前陣子的時候不是點產嗎 對啊 對不對 所以第一次要442嘛 對 然後其實他現在已經走到486 所以你說這個出來之後 除非是要很強的刺激啦 如果就台積電本身的話 你要很強的刺激他才會往上面衝 只是他衝上去之後的話 你到506那也是年限 對 所以年限來說的話 應該還是比較重要的一個關卡啦 所以這利多要比較大 那才會有那個很強烈的表現 那所以的話我覺得 對台積電來說 因為他長在前面的 所以可能利多刺激可能不見得這麼大 但我覺得他要講到 如果講他自己本身啦 我要講到 我覺得要講到很差應該也不太至於啊 所以基本上來說的話 只是他對各產業的看法 對 比方說他對這個成熟製成 大家現在說 欸這個地方 這個當時最早下去的 然後像驅動愛西啊 什麼之類的 開始慢慢會上來 那他等於是對於這些東西 就之前先跌的這些 那是不是有機會上來 那再來的話 還有就是包括這個之前比較 比較強的方向 像是這個高速 高速運算啦 然後還有包括 像是資料中心啦 那這些是屬於當時 比較看好的區塊 那裡有沒有修正 所以的話 我覺得比較大的影響法 是在他點到的其他族群 反而不見得在他本身啦 所以我覺得今天 像台積電法說 當然就是第一個 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今天的話呢 這市場上 今天陳家亮就亮說嘛 是 這亮說的話 因為你有不確定因素 所以市場上面來說 其實 其實市場上面不是怕利多利空 市場上面其實真的比較 擔心是不確定的東西 對 因為你有不確定性的時候 那個 基本上市場就會觀望嘛 嗯 那你看這兩天是不是 連續就亮說下來 對 所以這種情況的話 我覺得台積電 今天下午 無法說 就一個很重要的定調啦 是 那再來的話 還有就是 晚上的CPI 是 不過CPI 其實現在也是預期是會 是會下去 嗯 下去是沒有問題啦 只是說下到什麼程度而已 那其實這邊也是 我覺得美國今天可能也是大震盪 是 因為道瓊他們也是 也是一樣最近也已經有漲上來了 對 所以的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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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市場普遍是預期 反正CPI會下嘛 嗯 而且上次的時候是 CPI下的時候好像下蠻多的 是 所以就是 遠遠超過預期就就噴出去了 這樣 那所以的話呢 我覺得 我覺得美國大概今天晚上 像 科技股這邊可能也是大震盪 因為它有 前面已經有先反應了吧 是 所以你的利多就是必須要 比較強預期 所以我覺得市場上面這個 今天有一些這個 算是很合理啦 嗯 因為的話本來就是 大家會亮說官網嘛 對 不過這事情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是兩個東西啊 一個就是這個 不確定的因素就是 今天晚上的一些重磅訊息 對 這些重磅訊息就是 剛講台積電嘛 跟這個CPI 對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 呃我們的長假啦 哦 因為 散沒幾天封關了嘛 對 接下來就是放過年了 對對對 這段時間蠻長的耶 對對對 所以的話你長假 會有一些節錢的賣壓嘛 是 所以這節錢賣壓來講 比較明顯的 其實是這個禮拜 因為下禮拜就最後兩天 對 所以要買的人 大概也就打算要報過年了啦 對 算一算我們就剩三個交易日啦 明天跟下禮拜的兩天 對對對 就只剩下三個交易日 那通常來講 你要卡位 報過年的話 它不會在這個禮拜的前面 前面買 哦 因為第一個 你後面有不確定因素嘛 是 你又有台積電的 然後又有個CPI的 對 不可能在這禮拜前半週去買 是 一定是等到這個 不確定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台積電CPI 這個先明確了 對 這個確定了之後 然後再來的話 我才會在這個 就開始往下布局了 對 明天開始到封關前 才會來布局 哦 所以要買這個 因為你現在其實 最近來說 對 雖然說指數最近是 它有彈上來 但是個股其實最近大部分都有整理 很多大客戶都有整理 包括有些強勢的股票來說 對 那就極少啦 算是比較少 有連續噴出的很少 對 那其他的股票來說的話 像今天來說的話 你看今天的話 就是餐飲比較強 因為我們就是準備要拿錢了嘛 對 對不對 但是餐飲裡面的話 要開始消費了 嘿 大概就是只有六小時創新高 是 那其他的話 有一些的話 像精華它也是 最近也是 也是最近其實也回蠻多的 哦 那上桌市就還在這個地方整理 對 所以其實很多股票 就是漲一天疊一天 漲一天疊一天 是 所以我當時來跟大家說 嗯 這個禮拜的話 你前面就是先擠短線 對 你不然就擠短線 對 那要不然就是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守住待途 是 守住待途就是 真的是買這個高成長的股票 嗯 那高成長的股票 剛好這個禮拜震盪 這個禮拜震盪的話 接下來你就可以準備買一點 嗯 因為 節前的賣壓 通常的話它是 一個禮拜前就會先反應 是 然後因為這次又是長假嘛 對不對 這是 長假的話 其實每一年都還會有 丙種的 丙種的結算 嗯 那你長假的話 丙種 當然就更會結算嘛 是 對不對 因為你就不會去多付 那麼久的利息嘛 嗯 那那這種結算的話也是 因為你賣掉之後 這個丙種它還要在做帳嘛 嗯 那所以通常它不會到最後面啊 它也是在提前一個禮拜 就會開始 哦 所以這個禮拜其實 如果要講節前賣壓的話 這個禮拜其實也是最重的 哦 所以你就兩個因素卡在一起 是 一個是本來就有節前賣壓 哦 那這個在前一個禮拜 這個會先提前反應 嗯 然後再加上又卡一個台積電 是 跟這個CPI的東西 對 所以你有很多不確定因素的話 造成效果就是第一個亮縮 是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 就是第二就是很多好股票都震盪 哦 對很多好股它就會變成是 你本來要創新高 它就沒創新高 對 它就會回到原來的鄉行 換過來換過去 嗯 這就是反應現在的這個因素 嗯 對那但是不確定因素本身來說 通常 它的這個影響都是 呃 它的影響都是比較 短的 就是說 短暫的 就是 法說完之後就大概就 就釐清了很多事情 就就就釐清了 對然後那那之前的話 之前的話就是說 它在之前會反應 對 但是通常它反應完之後 嗯 這個一旦釐清之後 對 那其實就是很快就會 它其實很快就會怎樣 就是很快就會回到原來的那個 對 所以通常包括其實包括像CPI也好 或是一些這個重要的經濟數字 它一定會去影響盤式的這個短線的多空 但是它通常也會很快就反應完畢 然後反應完畢之後就會怎樣 就回到原來的 回到原來的趨勢 嗯 所以其實因為今年的話重點也是在什麼 重點是在個股 是 因為今年個股的話這個 這個成長的力道是差異很大 是 有一些的產業跟個股 它其實跟整個的這個 庫存調整也沒有太大關係 對 然後 有些甚至跟CPI這些大環境 也沒有很大關係 所以其實 呃就是要用各個 各個產業的狀況來看 跟個別的工序來看 是 所以這種情況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我覺得這兩天的盤拉回來 其實是你可以去 開始準備一個買點的時候 因為 不確定因素就 今天就會明確嘛 對 那市場反應其實 通常都很快就消化完畢 然後那再來 節前的賣壓 那節前的賣壓的話 也是這個禮拜是最嚴重的 對 就在這個禮拜 都是在這個禮拜 對 那你這個禮拜反應完之後 大概禮拜五開始 對 因為你不確定因素先拿掉 所以就會有一些卡位的賣盤 然後你到下禮拜再買的 就是準備過年了啦 就是準備要直接過年了 所以反過來說的話 就對於這一些 就是真的是今年高成長的股票 真成長的這些好的個股 對 就準備已經就是要來佈局了 對 它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說你可以準備一個 這個它最近震盪拉回的買點 所以的話呢 我覺得 大家就是接下來就是 在今天的這個變數之後 那大家就是滑股票還是把它鎖定好 是 那鎖定好之後 我覺得明天開始你就可以開始準備 被這個好股票的買點了 沒錯 那當然還是要強調就是 其實你用時間拉長一點看 通常都還是會回到它個別的趨勢 就是該漲還是會漲 所以的話呢 我覺得今天是一個滿好的時間 就是把這個不確定的因素 都等到晚上釐清了 那明天開始大家就要準備去卡位好股票囉 好的 謝謝老師 所以這個投資的技巧 應該其實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要做投資的話 要嘛你就是低短線操作 要嘛你就是真的要去鎖定真成長的股票 在這個過年的準備封關之前 就先來卡位先來佈局 這樣對嗎老師 對沒錯 OK好 所以真成長的這些好個股 是不是老師我們帶我們來佈局 有些比較空間更大的 讓我們可以賺一大段 因為今年的話就是其實這個這個 就選股不選市 對而且今年的話就是 有些區塊是在往上中 是 因為我們大環境也在改變嘛 對不對 然後呢當然就是說 有些它還在尋庫存的 當然你今年也要去 全套金幣切去follow這個狀況 因為那地方如果一旦真的需求有出來 它還是有很好的機會 只是說現在也不是大家都是這樣子 因為今年的話東西就是不太一樣 所以的話其實有一些東西就是 它是在之前有比較被壓抑的 那有一些是之前已經有修正的 比方說其實今年我覺得 它跟前面不一樣就是說 它該大跌那段也跌過了 所以有些股票它 譬如說它庫存比較高的幾個區塊 那其實就是 那今年落底是一件事 但是呢 比較強的就是比較明顯的 這個需求訊號出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又是更好的點 所以今年的話其實那邊也是有機會 只是它機會是落在什麼時間而已 然後呢 這個點這個節奏 只是它點位的問題 對把它抓好 所以今年好處是說呢 它這個指數已經在去年大跌過 對 所以很多股票已經大跌過 所以那裡的話呢 在跌很深的股票上 它不是沒有機會 只是說 你要去找它那個真正有格 比較強勁的力道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覺得是 今年可以去Follow 另外來講的話 就是有些是今年真的在成長的 那些就是我業績還是一樣是很強啊 那我出貨還是一樣的很創望啊 那甚至於我的新訂單 或者新進度都沒有改變 只是因為節錢的賣壓 或是最近一台這個盤面上的觀望氣氛 你只是因為這樣 所以它被壓縮在這裡的 是被壓抑的 對 當你這些因素拿掉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該成長還是要成長 對 我現在沒有出貨還是要出貨嘛 對不對 我有新利多的還是有利多嘛 對不對 那其實我覺得也有蠻多 年後有利多的股票 年後有利多的股票的話 其實現在有一些法人 他們都在鎖定電子裡面也有新的東西 然後那進來的話在非電子裡面也有 生計也有 有一些都是年後要發酵的 那它在盤 它在前面這個封關前這一段時間 它就會稍微有點壓抑 因為大家不急在這個 一個第二禮拜前進去 對 尤其這個禮拜 那但是你到封關前兩三天 因為你知道它節後 它的年後有新東西要出來的話 那有買盤就會先去卡位一些 提前先卡位了 對 那不會等到過年後 再全部一起進去 那所以的話我才講說 從明天開始就是最後的倒數 這三天的封關的時間 那這三天裡面 就是有一些股票就會開始 它就會開始去表態了 因為我前面都整理過了 那我後面進度又沒有變 那我後面接下來的話 我第一季的後半段有利多 那或者是說我有新產品要出貨 那所以你前面越是有壓抑 後面它噴出去的力道就越強 這其實就是我們以前在談過 就是有個觀念就是說 你一檔股票當你是100塊 你要漲到 假設你要漲到130好了 是不是30% 對 但是如果你現在 已經經過大盤的這個東西 它有震盪整理 它到90好了 你90站到130的時候 你是不是空間就變更大了 對 就更大了 你就變40%快50%了 對 所以的話呢 就好股票拉回的時候 其實這兩天就接錢賣壓 我覺得在這兩天也是最高峰 所以接下來的話 大家就要一起把握機會了 是 沒錯 所以這個節奏要抓準 我們等一下還有什麼樣的訊息 要分享給你呢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歡迎回來進入曼哈頓 所以呢 現在是選股不選市 我們要鎖定是真成長的好股票 好 而這個禮拜 因為老師剛剛說的 這一週是真的是賣壓最大的時候 可是呢 你應該也要提前來卡位 提前來佈局 對不對老師 對 最終來說 它還是會回到個別的基本面 我覺得這點來說是蠻重要的 因為其實就是說 有時候你會有一些短期的波動 然後短期的波動 但它最後組合成就是一個 怎麼講就是它最後還是會走 它原來應該有的路 比方說你看像今天材料 是不是繼續創新高 對 整個盤面最強就它了啦 對 它其實去年底也是這樣壓縮啊 是 你看它去年年底的時候 它還是一條直線都不會動 然後的話呢 它那時候是在這個月線這邊 那還一度是跌破月線 其實它還兩度跌破月線 對 然後兩度跌破月線的時候 到封關那一天還打下來 封關那一天的話 它還直接就是直接這個 就是還收最低喔 那天還跌了快5% 然後所有封關的時間 是那個國立的那時候 國立年的封關之後 對 然後你看其實壓縮歸壓縮 但是最終還是要 最終還是會 最終還是會走原來的路 所以你看後來這個 從我們看紅盤第一天進場 到現在 到現在真是一大段啊 對 到現在就是非常非常大一段 非常大的一段 對 這一段的話 你看從180就直接噴到今天是 現在盤中是259塊創新高 你看這個幅度其實是非常大 非常大 現在要將近80塊錢的幅度 沒錯 對 然後對100多塊的公表來說 80塊是很大的幅度 可是你再回去去想的話 它其實在反映的就是 它今年的什麼 它今年的這個 今年的公不依求 跟今年的大成長 對不對 所以你看它其實 因為產業的東西 它就是開始改變了 因為你供需會變化 對不對 其實產業的東西 它很好玩就是 它每一年都有不同的變化 是 有的人會開始供依求 有的是供不依求 那有一些的話 是會有新的產品 去刺激它新的這個需求 對 所以每個東西 它都有不同的變化 而且每年都會有新東西 新題材 對 所以的話 你當產業有變化之後 就會導致它的營收也好 獲利也好 毛利也好 都會有不同的變化 是 所以說 材料像今天到現在 還在創新高 沒錯 還在賺錢啊 對 那其實它在反映的 這個不是說 我們也不是要跟大家 強調說賺多少錢 我要講的意思是 它其實在反映的就是 它這個新的評價 新的獲利 它今年的成長性 對不對 所以你看它今年的成長性 來說的話 那現在單月獲利 已經到2.2 2.23 一個月已經到2.23 那一個月2.23 它今年還漲價 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的情況 對現在200多股價來說 它的本益比其實 還是有上修空間 還是算是PE很低 所以的話 你就是會怎麼講 這個獲利調高 這個股價就會上去 然後再來 你的成長性強 然後本益比也上去 那就兩個都上去 就是戴維斯雙級 所以的話 我們才講說 其實今年會有很多 類似這樣的 戴維斯雙級的股票 對 聽我朋友如果聽不懂 戴維斯雙級是什麼的話 直接鎖定 你軟老師的金融軟實力FB 在我們的這個 私密聲音當中都會有 對 那好處是什麼 好處是因為 現在盤面上面 因為今天下午的 兩個不確定性 還有這個 農曆年長假因素 所以它這個禮拜 已經極度壓縮了 是被壓抑的 對這個禮拜是 各股上面基本上 好壞股票都有震盪整理過 所以這因素 越來越接近釐清的時候 然後這個農曆年的長假 也差不多 反應差不多的時候 其實就是你好股票 準備可以先買的時候 先來卡位了 對 那當然你如果是 比較謹慎一點的話 你也可以不要一次買滿 但是你還是要先把好股票 先買它的基本持股起來 是 了解 因為很多法人也是打算 要在這個 大家都在這個時間點 最後的封關的時候 先買一些 然後到結後開紅盤的時候 再繼續追 所以這樣的話 其實我覺得 大家可以用一樣的模式 技巧所在啊 對 你可以先買一些 對 基本的這個持股器 不會到結後的時候 大家都要買它 噴出去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有漂亮的買點 所以我才會說 大家還沒有跟上的朋友 是 就是要一起來把握 對 鎖定像老師講 真成長的股票 它的真的賺的這個空間 這是真的是更大了 對 所以的話呢 我覺得大家就是呢 一起來把握新的這個好股票 是 好 我們也要鎖定 就是像材料KY這樣 像今年一樣有爆發力的 那最近盤面 因為真的不確定因素的 壓抑的關係呢 所以這一週的賣壓最大了 但是過了今天 老師應該說過了這個禮拜之後 對不對 下禮拜一禮拜二 你就要趕緊來卡位 可是 對 是不是應該先打電話 進來卡位才對 因為我們現在就可以 馬上就跟上現在這個節奏 跟上來 趕快跟上來 對對對 就可以先跟上來 然後我是覺得明天開始 你就可以開始注意了 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 到下個禮拜一二的話 那這個卡位的買盤會更明顯 是 所以的話 這個大家想要把握好股票的 剛好趁著這兩天 基本上幾乎所有股票 都有震盪整理過 是 我覺得也是很好的股票 甚至於很好的機會 甚至你也可以用手上股票來換股 我覺得也OK 是 所以大家要把握這個 今年這個真正好的股票 剛好利用盤也有震盪 然後個股也有震盪的時候 然後這個買點也漸漸已經到了 是 好 想卡位的就是現在了 可以先打電話進來諮詢喔 電話就在我們的節目後的廣告中 打電話進來諮詢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然會慈然老師 謝謝 嘿 別走開 還有好聽的廣告 親愛的聽眾朋友 這一週是賣壓最大的時候 因為盤面上的不確定因素很多 不管好的個股 壞的個股都會被壓抑 所以雙重壓抑之下 讓很多的股票都有拉回 但是股市高手 軟會詢 軟老師有說囉 拉回的時候你要找買點 而不是所有的股票都能找買點 你要找真成長的好股票 軟老師都已經設定好了 所以就要準備佈局好股票了 想卡位的可以先打電話進來 告訴你買點 02-2362-8000 02-2362-8000 就像軟老師帶領大家的材料 KY股一樣 還在繼續的大賺當中 而今年有爆發力 有成長力的個股 還有很多 讓股市高手 軟會詢 軟老師帶你來佈局 先打電話進來卡位 交給專業團隊來協助你 輕鬆先賺他一段 02-2362-8000 而軟老師的Light 也別忘了加起來喔 不知道怎麼加入的 也可以打這支電話 02-2362-8000 大華國際投顧102年 儘管投顧新字第005號 本公司與節目中所推薦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